我是果儿 欢迎 乌兰涂雅 黄哥 100秒 别眨眼 跟我猜 选手接轨 赢黄金饰品 还等什么 拿出手机 摇起来 黄金100秒 全名乐猜 手机摇一摇 猜选手成半 赢金豆 兑换抽奖机会 情细连连 幸运不断 耳环 戒指 项链黄金饰品 一波波来 年终年末 还用惊喜大奖 等你来拿 你也可以金豆 攒攒攒 总够客数 时间兑换黄金视频 每周五晚上7点半 CCTV3黄金100秒 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没有马迹 加油 当时是死亡离我 只有两米的距离 那个墙从我面前倒下来 你乖乖来到我的身边 我也感谢我的女儿 谢谢你 不客气 老板 好 黄金大舞台 有料你就来 是金子 总会发光 挑战程度极限 欢迎您收看 梦军园独家冠名的 黄金100票 梦军园 黄金 金纯 秦正宏 千辛的挑战开始了 在这里首先欢迎 今天光临现场的 所有热情的黄金观众 让我们欢迎彭越 掌声欢迎马丁 让我们欢迎乌兰涂雅 大家 我们今天节目也有一个主题 没错 今天的主题叫做 在你身边 其实换言之就是陪伴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 黄金舞台上 我们将会见证 夫妻的陪伴 子女的陪伴 以及师生的陪伴 等等等等 再来又说到最有代表性的 在你身边 就应该说 这么多年来 嘉明哥 我一直在你的身边 更忘记住 我正想说 我今儿就不陪伴你了 我就陪伴我们的乐餐 和成员 再见 好的 我们预祝我们今天 每一位选手 能够在我们的黄金100秒 圆梦成功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加油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晚的一号选手 掌声有请逆行者 Pover Go 接近 看来是需要我喊个口令 向左转 向左向右看齐 报数 一 二 三 叫什么名 我叫陈毅 今年31岁 来自长洲 是一名消防指挥员 我叫陈奇 今年26岁 也是一名消防指挥员 来自江苏长洲 大家好 我叫沐薇 今年20岁 来自江苏长洲 是中队一名驾驶员 大家好 我叫郭黎明 来自江苏长洲 今年31岁 那我觉得你刚才那个立正特别好 但我建议你不要跟他们站在一起 你这样你跟消防员站在一起啊 你像一根烧焦的触 所以就很容易让人承认 身上还有红色的火焰 快把他们灭了 快把他们灭了 消防员站是我想一想 这些年来黄金舞台的不多 所以了解消防员的很多故事 我们也不是特别了解 好像在我们普通这个观众的心中啊 对于消防的这个概念 好像消防员就是来灭火救火 对吧 但是好像其实你们的工作 覆盖的范围是很广的 我们最主要的职责就是灭火 包括墙眼救援 这是两个比较大的范围 对 然后其次还有非常小的一些社会救助 比如说电梯困人 就是人困在电梯里面 电梯突然坏了 然后出不来 这可以打119 对 然后还有就是 看到有家里面有马蜂窝 或者小区里面树上有马蜂窝 然后需要我们去摘 对 但我以前看新闻看见过 猫在树上下不来了 好像有打过119 对 这个也是 对 这也是 都是属于社会救助的范围 所以其实我们特别需要你们 登上我们的舞台 需要通过你们的展示 你们的讲解 让我们更多地走进你们的世界 去了解你们 所以说听说好像今天 你们也可以通过一些趣味的方式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消防员的一些消防技能 对吧 对的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道具拿上来 好吧 先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么大个设备 前面像这个螃蟹大夹子 这是什么 像不像那个大螃蟹的爪子 这个叫液压剪切扩张器 实际上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通常是在强险救援的时候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比如说车祸 然后有人困在里面 我就说在车里面 就需要把它切开 把车门破开 或者把车门剪掉 但是特别是刚才小伙讲 如果是车祸现场 对 就是要破坏这个门的时候 可能那个受伤的驾驶员也在其中 对 所以说它除了需要这个力度之外 准确度很重要 对 不要伤害到这个被困人员 对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玩的这个游戏 就是考验我们消防员 它的一个操作的精度 准度和速度 对吧 好 为了检验一下我们这个液压 什么钱它的力量 液压剪破器 我就拿了一个 你把它放到以后到前面 我家里面的御用钢管 御用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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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里面上洗澡的时候 邻居就都能看见了 以后你在家怎么练舞蹈呢 舞棍 亚洲舞棍是从这儿来的是吧 所以它这个确实实打实的钢管 我们来检验一下这个液压剪破器 它的它的那个力量 好吧 有能够不同 要在这儿再这样子 都现在都没想到 在这儿再加了 那样捡不动 有呢 我好像听到声音了 下来就别碰了 下来 再来 夹了两边了 因为这个是 你赔我钢管 我得跟这一样 这个是叫液压扩张器 扩张 它是个扩张效果很好 也可以夹 它没有不准备剪的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游戏就有意思了 希望我们的消防员拿着这个扩张器 然后在水中准确地夹到这个乒乓球 不能夹扁呢 然后并把它放到这个瓶上面 你看我就说 你说它跟我们家那托拉机差不多吧 转一下 这是水中有乒乓球对吧 对 就有点那个老猫用嘴叼小猫那个意思 我要变成 哇 太厉害了 所以我就说就像这个老猫用嘴叼小猫是吧 它有劲还不能伤到 对 放到这 这个我们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手套戴上都不一样 对 比我那个摩托车手套接着多了感觉 对 你那不是电瓶车吗 我要戴帽子 我要来全套 来帽子借戴一下 怎么样 这样不好 这样更酷 行 足手拎 足手拎 这么暴行吗 也可以 可以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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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这个 先张开 先张开一点 说实话 时间不可能太长 有点坚持不住了 好 慢一点 慢一点 再给一次机会 再给一次机会 这没使劲就扁了 小心 小心 你说马丁的手可没准 好 好 来 走 走 他没说放不放 小心 小心手 小心手 最后一次 这点冲不住了 捏成这样了 这不比不知道 一比还真觉得不一样 一比下一跳 放不出来 这已经完全捏扁了 所以刚才在回想 我们刚才这个校团员 他们那个力道的展示 把握 我倒没觉得 这个力道有多难 我就觉得 加三个球 能撑住它不容易 要是拿不动了 来吧 来吧 我的天 你比我胖 你肯定能撑住它 慢一点 慢点 先打开一点 好 我已经 已经不行了 先可以先 加油 加油 你应该是能行的 你应该是能行的 一停 一飞 放上去 加油 加油 至少成功一半了 对吧 这个太沉了 这个本身的重量就是一个挑战 对 而且在 杨帆你要不要试试 嘉明哥 我们这期的主题叫做在你身边 咱们哥俩一起拿它 来 发动 一个拿一个控制是吧 好 你来转啊 你先开盒 拿那个 那边那个好看一点 再开一点 先开 根据我的预测 现场给大家展示的什么叫 人多未必力量大 盒 没腰 没腰 开 开 当然我们刚才看的 玩的 好像这个话题感觉 好像还相对比较轻松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你们四位平时在工作当中 其实是压力很大的 可能都不知道明天 会遇到哪些危险 对 我相信如果让你们讲 每个人遇到的危险状况 都会有 对吧 这样我们先从几张照片开始 聊起 好吧 这个就是 不用 就是他 对 旁边穿衣服的时候 然后里面那个是我 对 他在给你穿的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防风服 防风服 这是 就是说那个马蜂窝 对 防风服 这是 然后这个是 哪里发生了水灾呢 也是在长洲 是抗洪抢险的一张照片 这是一个 一起化工火灾 然后地上那些都是 灭火的一些泡沫 如果说我们单纯讲故事的话 好像都没有这些照片有说服力 对 但是这些照片 其实也没有说出来 你们工作当中面临的最危险的状况 对吧 对 因为往往最危险的时候 你是没有时间拿出相机 或者手机来记录那个时刻的 谁遇到过特别危险的时候 我遇到过一次 当时是死亡离我只有两米的距离 当时也是一起物流员的火灾 然后我当时是抱着枪在前面灭火 可能是因为燃烧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也可能是因为那个物流员 也是一个比较老的物流员了 然后可能墙体承受不了那么长时间的燃烧 四个小时左右 然后那个墙从我面前倒下来 当时离我只有两米的距离 其实说实话 我们碰到这种情况 其实心里也是会比较害怕的 但是我们不会退缩 心里害怕 这个事过完以后 我们继续抱着水枪 然后在前面冲锋灭火 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 所以我想说台上的四位消防员 他们是平凡而伟大的英雄 当然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可以说消防员是你们的身份 但是挑战的却是你们的最爱 因为刚才我请你们出场的时候 你们可是有一个组合的名字 对吧 叫逆行者 谁来解释一下逆行者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网络上很流行的一个词汇 当发生火灾的时候 灾害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往外跑 往外逃 只有我们消防员是逆着那个方向 往里面冲 去冲 往里面冲的去灭火救援 去救人的 消防员是你们的职业 但是私下你们是疯狂的音乐爱好者 对 好 我们现在可以开动大脑了 想象一下 这四位能不能挑战成功 我觉得够呛 没有时间练 哪有时间练啊 是的 三百六十五天都带岗 对吧 不叫带岗啊 带病 带命 对 对吧 一直在准备 然后水里来火里去 没有时间练 真的 这个消防的专业 我相信你们很强 是因为你天天在战斗 对吧 在实战都磨练出来 乐队的本事 没有时间练 怎么可能太强呢 我保持怀疑态度 好 来 李正 小总社要看 三 二 一 请投票 其实它这个 它是代表 确实你们没有时间 是的 是 但是时间是海面里的水 他们能挤出来的水 都用在灭火上了 但是马丁说的特别 也为你们接下来减负了 对不对 如果你们挑战成功了 就是嘉明说的 集集总会有的时间 把歌 把乐器练好了 挑战不成功还不丢人 因为工作太敬业 太认真没时间练 对不对 放松心态 兄弟们加油好不好 进可攻 退可守 请收成我们的口号 是金字总会发光 请转身 请登上黄金大舞台 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我的世界充满着 维持变幻的旅程 我不怕风和雨 期待小河童 谁的声音 呼唤着 真正男人的激动 唤醒了 深藏在心底的英雄梦 沉睡的勇士 已经苏醒 别再等 听 黎明在远方 呼唤汽车 别再等 我的心里的梦 我们渴望的过容 是击败所有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的心里的梦 我们渴望的温柔 是昂首 征服每个巅峰 我的世界充满着 维持变幻的旅程 我不怕风和雨 期待小河童 谁的声音 不管这 真正男人的激动 唤醒和声 躺在心底的 英雄梦 我的世界充满着 维持变幻的旅程 我不怕风和雨 期待小河童 谁的声音 不管这 真正男人的激动 唤醒和声 躺在心底的 英雄梦 英雄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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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梦 挑战成功 咱们把掌声送给逆行者组合 来 我们来看一下大军队 100秒钟的时间 多少人支持你们 128人 选择支持你们 所以这个黄金下列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保重身体 拜拜 谢谢凡哥 谢谢哥佑老师 好 那接下来 由马丁老师单独表演的时候 就到了 开始 哇 哇 滑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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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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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 哈喽 MISS 我们是一支CBA啦啦队 我们是国内第一支将流行街舞 带到CBA赛场上的队伍 好吧 我们表态吧 一个点就够了 对吧 跟其他CBA的啦啦队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们的舞蹈跟音乐很有特点 所以可能接下来需要一位 怎么讲呢 需要一位嘉宾来配合一下 特别是需要一位歌手 恒月姐要不然你上来配合一下 咱老师 她是怎么样的 她们需要根据歌手的这个歌曲的节奏 她们来跳 而且你可以在你的这个演唱过程当中呢 增加难度 你越唱越快 你能唱多快 她们能跳多快 她们能跳多快 看是你先累 还是她们先累 好不好 我们派我们 我们我们对反应最慢的 反应最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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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是我 是你 这反应是不快 好 何月姐我多说一句 少五这事啊 快不怕 慢才难受 哦 对 对吧 我明白了 马丁给我了极好的提示 好吧 那么下面我再唱一首 两个坏人 我的一首 谁是我的新郎 好不好 别再让我东张西望 别再让我天天在想 谁是我的新郎 我是你的新郎 谁是我的新郎 我是你的新郎 哎哎哎哎 快快 快快点给你的身份 别再让我 我又不是你的新郎 这首歌的恒月姐呢 唱了那么多年 可能让她一下唱慢 她也不会 我教你怎么唱慢 来 姑娘 你到前面来 来 来 一百七 别 我像歇会儿啊 别再让我 动掌希望 别再让我 天天在想 你家里出什么事了 谁是我的心 谁是我的心 电池没电 你乖乖来到我的山 不错啊 最后你俩对五秒反应很快啊 反应很快啊 我跟你说这是一首好歌 那你唱都糟糕了 算我了是不是 你看到吗 真的会有在现场假如 让你们跳的时候 会有不同节奏的选择 或者速度让你们去表现吗 会有 在现场的话 DJ会根据现场的状态 去调动这个观众的气氛 可能会放一些很嗨的歌曲 那么我们可能会急性地去 我们的职责就是带动大家的热情 对 然后包括一些在场上的时候 有球员受伤啊 或者是就是观众的心情 会比较紧张的时候 DJ也会放一些缓慢的音乐 然后我们要跟他一起配合 然后调动现场大家的心情 你们这个组合组了多长时间 你们在一起跳舞 我们在一起跳舞的时间 有四五年了 四五年的时间 因为一些现实情况 还有一些家庭的 就是因为女孩子嘛 最后总会 成家了 对 总会顾家 然后她会结婚生子 然后回归到家庭 就是Hello Miss 我们整一个队伍 其实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 十年的历史 对 但是这个队员总是 在更换 在更换 对 看有没有说那种 特别留恋这里的 成了家也不走开的 也有 有 我们这里就有一位 对 大姐你真实在 你一下子交代年纪了 她可是在来之前 刚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办了 恭喜你 是今年吗 就在上周 我刚办完婚礼 那我们送上祝福的掌声 谢谢 然后因为每天在一起排练啊 演出 其实待在身边的时间也很长 就是在她结婚之前 她身材还在跟我们一起排练演出 然后那天她还问 我好像说要结婚了 我说我们说对啊 你要结婚了 对 我都忘记 就是离婚期 就只剩下一个星期 对 就是跳舞已经成为了 我生活中一种常态 然后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到舞房 和我的姐妹们一起练舞 还一起演出 就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说 有的时候就是我和她们一起的时间 甚至比我陪我老公和我家人的时间 还要久 所以 这一期节目不要让公公婆婆看见 很好啊 姐妹情深 所以我们这期恰巧还有一个主题 叫做在你身边 所以我相信你们在彼此身边 不仅仅是搭档 更是姐妹 对吧 是 所以如果是姐妹的话 一定是在对方有困难 有需要的时候 第一时间站在她的身边 不久前 就今年过年 就是我们一个罗娜 别看她现在 对 特别的活泼 其实她刚刚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苦难 其实那个时候对我的打击很大 我妈妈是猪往磨下枪出血 然后是 对 医生说那个流在脑袋里面 已经有四五年了 但是因为 就相当于脑出血吗 差不多 就是流破了嘛 然后人突然倒在地上 然后那个时候是过年 然后妈妈在家 然后我是在杭州在演出 回来的时候还跟她刚刚拍了合照 然后她跟我说演出加油 然后结果她在东北倒下了 然后我第一时间坐飞机 赶过去的时候 她在重症监护室抢救 然后当时第一个 就是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就是要治病嘛 经济问题 对 缺钱 对 然后 当时是需要多少钱的 一要钱 三十万 三十万 对 罗娜特别不容易 是因为她一个人扛起了她 整个家里的重担 但是我们其实都愿意去 都把她当做好姐妹 都愿意 都非常的关心她 她甚至这个时候没有向我们开口 但是 不敢 不敢 但是我们大家也在同时 就是 集着大家所有人的一份力 去给她 然后到晚上 十二点钟的时候 就没想到 大家竟然就把这个款项给筹到了 反正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就是你身边有这样一群好姐妹在 其实不用害怕 对 让我缓一下 说好不哭了 把掌声给罗娜 是吧 我觉得这是罗娜的幸运 也是其他成员们的幸运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工作上有搭档的时候追求的那种最高境界 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搭档 是伙伴 生活当中就应该是兄弟 是姐妹 是朋友 坚强的后盾 对 向你们学习 大概情况介绍了 挑战的项目也已经介绍了 相信大家心中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来 黄金的赛团 请准备 3 2 1 就是如果只是CBA那个中场的那个舞蹈 我觉得不足以征服黄金100秒的观众 我们的嘉宾已经表达了各自的立场 四位姑娘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今次总会发光 请转身 请登上黄金大舞台 请准备 黄金100秒 计时开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挑战成功 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 可能也是上了年纪 有时候看到这样动感的青春的舞蹈之后 就是热血沸腾 有时就是血压一高眼睛就花 明明我记得是四个人 怎么一看就像是四十个人 眼睛同影了 我们也回看一下大屏幕 刚才Hello!Mix赢得了我们现场 多少观众的心 多少人支持你们 126票 祝贺你们 来吧 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黄金项链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好像马丁老师这个时候很兴奋 准备好了吗 来 来 VR飞椅请准备 3 2 1 开始 这个是跳龙 对啊 这个很迷人对不对 这个太吓人了这个 是不是吓人 看着都想哭 梦金元 黄金一番鸟 挑战纯度极限 本栏目奖品由孟金元独家提供 孟金元黄金 金纯 请更浓 这里是黄金一番鸟 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出场 二位好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自我介绍一下 好吧 大家好 我叫易霍丽 来自上海 我的工作是一名外企的数据分析师 我叫韵华 今年七十岁 他是我爸爸 还记得吗 开场的时候我说过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在你身边 其中这个陪伴就包括妇女的陪伴 对 小鱼你根本不用介绍那是你爸爸 你看你给你爸爸的鼻子多像啊 如假包换的亲爹 而且一出场 这还就是带的什么东西 这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特色点心 这有故事啊 给我们讲讲 为什么会带世界各地的美食啊 是因为最近这几年 八年的时间 我带着爸爸四处旅行 大概走过了二十八个国家 上百多城市 所以说这是你们每到一个国家 都会买的一些零食 对 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当地 也会看看当地的美食去尝一尝 可以给嘉宾老师和观众朋友 那我们就放进了 谢谢啊 特别感谢老爸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礼物 谢谢老爸 而且还真的挺好吃 有时候别看起来就是饼干啊 点心啊 各国家各个地方 它还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味道在里面 我们刚才尝的这个是从哪儿带过来的 这个是来自奥地利的华夫饼干 您尝的 太好 那刚才恒月吃那个呢 是那个曲奇 那个糖是德国的水果糖 曲奇是丹麦 对对对对 但是我要说 今天二位来我们现场 不仅仅带来这样的礼物 听说还带来了一样礼物 要送给我们的乐菜团的成员 对吗 对对 来我们先拿上我们的道具 把我们的礼物带到现场 有礼物这票就好投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都是什么呀 这是各地的硬币 对 这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不同的硬币 这说明你们去过泰国 这是 这个是冰岛的克朗 克朗是吗 对 这是冰岛 冰岛这个硬币挺有意思 很特别 这是一个什么金枪鱼是吗 对对对 因为北欧的人都特别喜欢吃鱼 那老爸都去过哪些国家 或者你最喜欢去的国家是哪一个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冰岛 冰岛 就是印象最深的是冰岛 冰岛 这是从冰岛带回来的扫帚是吗 这是新西兰的 新西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毛利人 相当于我们说的土著人 然后这是毛利人穿的裙子草裙 它是用干草编织的 特别结实因为他们在毛利文化当中 部落和部落之间不像我们 他们之间是通过跳舞的方式 其实帆哥这个礼物我是可以送给你 或者某一位嘉宾 如果你们可以跳出毛利人的感觉 毛利人跳我们倒是很想要 但是我们不知道毛利人是什么样 我觉得我跟你说你不了解帆哥 帆哥不光是亚洲舞棍 在澳洲也有影响力 当初去新西兰就和毛利姑娘 发生过一段斗舞的恋情 吓死我了 但是那段太久远了 我这想不起来 能不能提示提示我 当年的我是什么样 有没有什么提示视频之类的 有 好 给我们看一下 那我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样 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像现在的话 毛利文化它更多的是一个表演的形式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篮球赛 还有足球赛 大家也是可以看到 他们用这种战舞的方式 其实是提升自己的士气 然后震慑住对方 好啊 那鉴于是那么战斗的 我还是决定送给马丁老师了 然后你等等 你等等 还有一件事情 上去吧 这样是比较 特别原始一点 特别原始 原始本身就露出来了吧 对 那种瘦型的表情 对 穿上出号还真的挺酷的 这件草裙呢马上就属于你了 但是现在还不属于你 因为你还得体现出那个毛利文 那个战斗的状态 这样 您走到我们前面那个冰瓶里面 一出场毛利文就出来了 那种步伐走到我们面前 震慑我们三位 对 这么说我们去吧 把声音放出来吧 把声音放出来 把声音放出来 继续多破坏 非常棒 谢谢 给你了 给你了 我建议你回去查一下血缘 其实你看过你爸爸是不是 我们的祖先就是从亚洲飘过去的 对 你查查血缘 没准你的祖籍在毛里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带着老爸去各地旅游呢 这个其实是源于 十年前我要给爸爸治病 爸爸是08年的时候退休 09年的6月 他突然之间不能正常地行走 然后就去医院检查 发现在他的脚后跟 右脚后跟 生了非常严重的骨刺 我记得当时爸爸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去年才退休 今年就不会怎么录了 这个人老起来啊 说没用就没用了 然后呢我跟他说 如果有病那我们就治病 我们去医院 但是因为骨质增生 它是一个 一直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不能跟持 对对对 不能跟除 我当时觉得 我得做些什么呀 我就问我妈 我说 妈 你说我爸爸以前他喜欢做什么 他想做什么 也许我做了可以让他开心一点 让他散散心嘛 然后我妈说 哦 你爸以前挺喜欢旅游的 然后我说那我爸想去哪 他说哦 我曾经记得 他说过 读书的时候老实说 瑞士和意大利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 或最漂亮的国家 特别想去看一下 因为爸爸当时不是一直 睡在床上 不方便走路吗 我跟他说 爸 我知道你想去这两个地方 我带你去 票已经买好了 他说我浪费钱 你知道吗 他说你看我走不动 你还浪费那么多钱 去国外很贵的 我说你看你现在只是一条腿 不能走 如果以后 像医生说的 另外一只脚如果也不方便走 你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是在2016年的10月12日 我们踏上了爸爸的第一次 圆梦之旅 而且我们也发现 很多老年朋友一退休之后 病就来了 就找上自己了 好像也就跟这个突然 以前这个规律的工作和生活 突然打破这个生物中之后 完全没有什么事干了 就容易一呆就呆出病了 所以我觉得女儿特别好 知道老爸的最爱是什么 带着老爸出去走走 而且我们之前说 孝顺最好的方式 其实就是陪伴 我相信对于每一个父亲来讲 没有任何一种方式 比女儿陪着自己出去玩 更让老爸觉得幸福了 是的 朱叔 旅游的时候 脚疼怎么办 刚开始去的时候呢 我就拿一个一公分厚的海绵 垫在 当中把它摟空了 垫在我的脚后跟上面 那么当中空了以后呢 我走入的时候呢 我尽量注意一点 尽量不要把那个后跟 和鞋底接触 万一接触一点点 旁边能够支撑一下 对 那么我就想这个方法走 那么再到外面一看呀 那个心情不一样 忘记了忘记了 就不疼了 现在你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现在我通过旅游以后呢 我的身体现在特别好 我大概六七年 没有赶过一次帽 所以我这一点 我也感谢我的女儿 谢谢你 不客气 其实我特别想说一点就是 可能有朋友会问 当时你跟爸爸去了一次 意大利和瑞士 其实已经圆了爸爸的心愿 为什么你们之后 还会再去呢 这其实是我父亲 给我的一份礼物 我来解释一下 在我们去了那个 意大利和瑞士之后 我把所有的照片 都冲印出来 我用一个很传统的方式 放在相册里 然后有一天 我爸爸跟我说 今天你休息啊 爸爸麻烦你一件事情 我说 什么呀 他说 你看能不能 把照片翻过来 你和我一起 把当时的景点给写下来 因为如果有天 时间久了 或者以后我记不得了 我看到这个字 我还可以想起来 当时跟你去到 一些什么地方 然后他说 如果有一天 爸爸不能再陪到你的身边 看了这些照片 你会想到我 然后这也是爸爸 给你最好的一份礼物 虽然说旅行 是我陪着父亲圆梦 但其实父亲也在想 这也是给我的一份礼物 我也是有收获的 真的很感动啊 当听你讲这些的时候 我已经陷入了沉思 我已经在规划 退休之后 我的女儿陪我去旅游的 这样的一个想象 当然我相信今天来 我们的黄金舞台 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觉得二位也可以 全且当成女儿陪着爸爸 来我们北京 来中央电视台的一日游 对吧 对 真的是这样 所以今天其实挺想问的 二位 那女儿带着老爸 会在台上 有什么样的才艺 带给我们 其实就像范哥说的那样 我其实我的工作 是数据分析师 是那个比较枯燥的工作 然后我本身 也没有学过音乐 但是就像您说的 我们之前去了那么多地方 但是能够站在 中央电视台 黄金100秒这个舞台 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场特别不一样的旅行 我也把它当成旅行中的一部分 那今天会表演什么呢 今天想唱一首歌 然后 跟老爸一起唱吗 我来唱 你自己唱 对 我想把这首歌 送给我的父亲 因为他又陪伴我 度过了一场旅行 然后我也想送给 在场的每一位 因为在这个旅行当中 你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好 那我的故事已经交代清楚了 那接下来就考验我们 黄金乐猜团判断的时候了 毛利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黄金乐猜团 黄金乐猜团牙 请准备 黄金乐猜团牙 三 二 一 你把那个裙子给我摘一下 不送给你 他们人的面 还敢投红票 当这位老爸爸跟他的女儿上场 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真的好感动 真的给我们上了一堂 特别生动的一堂课 我特别想说 当节目播出以后 电视机前的那些朋友们 在家里边 老爸老妈还健在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说 我没有时间 我工作忙 我就 我没有时间陪伴 真的 千万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做 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 已经离开了我 我就我想孝顺 我没有人去孝顺了 当然你讲得这么感动 你还投了反对票 我更感动 没错 我刚才忘说了 故事是故事 对 舞台是舞台 对 我永远不会忘记 家明跟我说的这句话 故事是故事 舞台是舞台 那么刚才 大家别忘记了 他来介绍说 他没有音乐天分 他没有学过唱歌 所以我就在想 那么你们今天来这里的主题 可能不是那一百秒的内容 可能你们的重心 在这里 向大家介绍你们的故事 所以我就在想 可能你那一百秒 我不抱什么希望了 何月姐觉得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对 我强烈反对你这样的眼镜看选手 为什么 没有音乐天分 那是指小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没有音乐天分 不要忘了 他们去了二十八个国家 已经学了二十八个国家 不同的民族音乐 聚集于一身 今天将在一百秒钟的时间之内 带来二十八个国家的音乐表演 好吧 他也很期待 故事是故事 舞台是舞台 我依然遵守这个原则 这一票我投故事 因为 徐老师 我去投给你 投给您的女儿 其实这一票也是在投给我的女儿 我今年十四岁未成年的女儿 仅此而已 因为也许我跟我女儿之间 不会有这样一份幸运 但是我今天看到了 妇女之间最美好的画面 这一票必须投 我投故事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无论接下来挑战成功与否 你们刚才在台上打断地分享 会给很多年轻的朋友一些启示 知道我们今后 在父母健在的情况的 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向你们学习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 开始挑战吧 好吗 好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 总会发光 请转身 请登上黄金大舞台 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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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唱了50秒 还好啊 接下来的50秒在路上跟老爸接着一起唱 我觉得这是一个未完再去的一个结果 非常好 没错 因为他和老爸的旅行永远会在路上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如果到了其他的国家拍照片分享给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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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舞台上舞台一侧 两位乐猜团的成员要给我们带来一段非常煽情的挑战 四个字 心甘情愿 对的 好吧 既然已经说到了心甘情愿 那就快乐地接受惩罚吧 继续幸运 VR Ahora 飞已 请准备 3 2 1 开始 阿里拉 这是什么 这是高楼 这要做噩梦 杨派 我们在跳楼 再加美给它 diab potent 跳楼的路上 你有伙伴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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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潘 來了 就這次我想吐 這個真的 這是在城堡裡 我們 城堡裡啊 掉下來了 掉下來了 孟金元 黃金100秒 挑戰純度極限 本欄目獎品由孟金元獨家提供 孟金元黃金 金純 情更濃 這裡是黃金100秒 挑戰繼續 讓我們有請下一組選手 出場 掌聲有請 鄭苗苗 兩位你好 歡迎來到黃金100秒 老師們好 我是來自陝西省榆林市 定邊縣 油方莊香 喬瓦大隊 蔡麒聰 我叫鄭苗苗 大家好 剛才苗苗一上來說 老師好 其實真正苗苗才是老師 對吧 對 苗苗的身份現在是 我是一名香蔥教師 而且她是一個很特殊的 鄉村教師 因為她本身就是生長在農村 對 然後其實考學是來到城市裡面 然後大學一畢業之後 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來做這樣的鄉村教師 是的 是的 而且聽說今天來我們現場 把你的學生都帶來了 是嗎 對 學生們在哪 我的學生 來掌聲歡迎各位同學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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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給我們美人評價一下 你心中的鄭老師 鄭老師好不好 好 超好 超好 超在哪 就是記得有一次的時候 我們發假了 然後苗苗老師就讓我們到城裡她家玩 我們上去的時候 苗苗老師給我們做了好多好吃的 然後還帶我們去 我們沒有吃過的東西 帶我們玩我們沒有玩過的東西 還帶我們去看電影 然後當我有困難的時候 她總會幫助我 就是不管我什麼時候 她總在我的身邊 然後我見此這個機會 謝謝苗苗老師 謝謝你在我的身邊 很好啊 小姑娘很懂得感恩啊 看來這是有很多很多的事了 所以今天講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要不然也不會一上來就哭了 但是我相信如果這些故事 讓每個同學講都有屬於自己的 和苗苗老師在一起的故事 那我們就不一一講了 其實你們一上場 楊帆哥哥就發現 你們手裡拿了一個東西 這是什麼呀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一個平行 由非舊的長龍胎的內袋做的 這是自己做的是嗎 它很有意義 那你們要展示一下是玩一下嗎 可以的 三角的橡皮筋 我第一次見 三角的橡皮筋 我第一次見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不错 孩子们 哥哥要说呀 跳得还是不错 但是呢 不能这样就骄傲了 说实话 谁没年轻过 对不对 知道跳皮筋 这个是锻炼身体 保持身材 恒月姐年轻的时候 恒月阿姨年轻的时候 身材棒着呢 一旦不跳皮筋 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来 两位 两位嘉宾可以上来感受一下 可以吗 给孩子们示范一下 你们唱唱我们跳 来 还真可以啊 来 来 孩子们虚心点 这两位老师 给你们示范一下 皮筋应该怎么跳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女娃 女娃 咋咋 那家没有马骑 没有马骑 怕恒月姐 自己给自己腿扮蛇 这是简单的感受 接下来还得请同学 示范一下 听说你们在跳皮筋的时候 还有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是吗 对 是这样的 因为平时就是给这些孩子 教舞蹈的时候 有一些技巧 然后就是比较难 然后呢 他们做起来就是比较害怕 那么我就想 在这个上课的时候 我就说 怎么样能让他们在快乐当中 去学习这个舞蹈 然后让他们忘掉害怕 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皮筋 给他们教了一个舞蹈技巧 侧手翻 一开始因为他们都特别害怕 腿不敢我直升 所以呢一开始都是给他们 降这么低的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刚才这个高度呢 其实对小孩就无所谓 但是这个时候杨帆如果从那里跳一下 一定来再高一下 大家想不想看 来 来 我们不得高度好吧 你到底可不可以吗 这么高不行 你别摔坏了 还要主持 加油 这是一个不要命的节奏 加油 加油 你们来一个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升高 对吧 让他们就是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中 那个忘记害怕 对 而且他们的这个肢体也会更加舒展 对 更标准 对 简单的小互动 但是我其实还想回归之前那个话题 淼淼老师为什么从乡下走到了城市 最后又要回到家乡呢 因为我从小是长在农村里面 然后知道就是农村根本没有条件 去学习专业的东西 尤其是舞蹈这一块 就是对于我们农民人来讲 觉得是不会有出路的 那么就是说我学舞蹈的时候 是从十七八岁开始的 然后那个时候呢 你也是就是出去毕业了之后 学习到了外面的东西 看到外面的世界 然后那个时候学习舞蹈是真的是很困难 因为你身体的骨骼已经全部都不允许你再去那样 像小孩一样他们如果一开始学不到的话是很软的 所以我觉得让他们从小也要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去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其实淼淼老师刚登场的时候 我觉得很熟悉的 我一直在关注你穿的这双布鞋 还有这个纯白色的连衣裙 因为我觉得在我身边 我很久没有看到我身边的人有这样的着装 再加上你看他这种乌黑的直发和他这种很干净的笑容 我当时有个感觉我觉得像是有一种穿越 也是我的童年 我身边的女孩子都是这样穿着的 但是我听完你刚才这个故事我很感动 事实上你决定回到家乡的原因是因为 你错过了学舞蹈的最好时间 所以当你学成之后 你突然想到在你的家乡还有无数个小苗苗 你不想他们再错过这个时间 所以才回去 我能感觉到孩子们刚才说着说着流泪的那种 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感动 你想想旁边这位姑娘才出二啊 但她个子跟苗苗老师几乎已经一样高了 嘉宾哥在说这一切的时候 我从他的话语和表情中看到了初恋的感觉 其实我也想到 何必要捅破这层纸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在你身边 所以在家乡的学校里面的时候 老师会在学生的身边 教给他们知识 教会他们本领 但今天登上我们黄金舞台是挑战的 这些可爱的同学们又陪着老师 在老师的身边 和他一起表演给老师力量 那我就帮助我们乐赛团成员 辅助问最后一个问题 苗苗老师 接下来和你们一起挑战这个舞台的这个才艺 你们和老师已经学了多长时间了 学了有两天吧 学了有两天的时间 我们也喜欢说实话的孩子 所以这就有悬念了 才学两天 来 黄金乐赛团请准备 三 二 一 会不会是只有图雅一个人猜对 这是一个悬念 来 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 总会发光 请转身 观众朋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可以拿出推信 参与我们的摇一摇互动 迎金斗 玩游戏 和黄金大奖 每个月最后一期 我们将会献取开奖 摇一摇 黄金就来到 赶紧移动 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一瓦子的那颗酒泪 来 光花四扭 那刀虎酒的那个格格雅 回来酒 好 好 太棒了 挑战成功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一百秒当中 你们获得的支持票数是 一百二十三票 好 那接下来我就代表 我们男部组发我们 孟巨园的黄金线练 送给老师 好吧 谢谢 谢谢 老师是有爱心的 所以送你一颗金色的爱心 谢谢 谢谢老师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谢谢 VRV 请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这有点 这有点 这有点像空中disco的感觉 不是 这个 怎么看见什么了 是看见套马的汉子了吗 没有汉子 能唱两句吗 套马力量 对 看能不能完成 这有点像空中disco 为武救者 我的天 挑战程度极限 本栏目由孟巨园独家过名播出 孟巨园黄金 金春 请更浓 这里是黄金一百秒 挑战继续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掌声有请 风雪组合 我叫杨银峰 我叫冯雪花 我们是来自山西 运城的 风雪组合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是夫妻 对 我们在一起 十九年了 你看猜出来了 结婚时间肯定长 要不然不能离那么远 站得近一点 两口子 我还以为是搭档 其实我们俩是从十七岁 开始谈恋爱 因为我们是同学 但不是同班 因为他上学主修的是契乐 我上学的时候主修的是声乐 然后在我们学校组织的一场 大型的文艺晚会的当中 我们俩认识的 当时我担任的和您一样 是晚会的节目主持人 当然那是在我们学校 他当时表演的是一个契乐独奏 独奏的乐器是那个唢呐 对 就是一曲唢呐的小调 吹开了你少女的心扉 对 是 的确是 所以今天也是跟我们 善心活来了 对吧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主题 特别契合你们 在你身边 对吧 这个陪伴是十九年的 对 对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学校刚毕业 毕业以后踏入社会 我踏入社会 我才发现 社会上和我们在学校想象的完全不同 然后他当主持人 随便一个演出 他必须有主持人 还有歌手 像我是个乐手 但是这个晚会 他可以不用乐手 但是必须要用主持人和歌手 但是当时我就没有演出 甚至我当时到什么程度 就可以说衣食住行 都无法解决 但既然是那种情况 我的爱人他依然选择和我在一起 甚至和我结婚 我特别地感谢他 在这里我再说一声 谢谢你选择了我 我爱你 所以你看这就涉及到一个话题 就是选择专业 和选择伴侣的重要性 对吧 好 那我觉得今天二位到这个台上 所有的过去的点点滴滴 都是你们接下来表演的动力 对吧 但是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幸福了 对 我现在有时候和他们一起合作 在舞台上演出 偶尔也担当 是在我们那儿一些培训班 当一些契约老师 我今天来我也带了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器 好 那给我们展示展示 好吧 好嘞 好 这是什么呀 感觉是电锯啊 这个 这个叫做电子音乐数码管 简称电锯管 有点像黑管 对 但是是电的对吗 对 它的音色是 各种音色都会有吗 对 它的不同之处就是一个乐器 可以模拟演奏很多种 不同乐器的不同音色 来 那就接下来简单地给大家来展示 几个音色 这是熏 这是熏 有味道 有味道 知道他吹的什么吗 知道他吹的什么吗 女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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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还真的挺好 接下来想给大家来一个差别更大一点的 好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二胡平时是拉的 可以吹二胡啊 吹这么出来的二胡音色是什么感受 二胡都能吹 也太能吹了你们 拜拜 拜拜 一曲 一曲《倩女幽魂》 吹开了《黑山老妖的心》 好 好 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那这样一款产品在哪里可以买到 好 已经展示完毕 我觉得这样一组选手 我觉得还是比较值给的 会什么 唱什么都来展示出来了 我们乐猜团成员可以猜一猜 好 来 各就各位 三 二 一 你下次给他去买张套票去 点票 青梅竹马 同学音乐 忠诚眷属 抗力搭档 这就是票房保证 好 然而 这不代表 这不代表一定都出了一百秒 为了说出心中的感受 用了大量的排比 是 佳明哥 感触很深 说出口号 是金字总会发光 请转身 请登上黄金大舞台 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音乐 多少人走着 却困在原地 多少人活着 却如同死去 多少人爱着 多少人爱着 却好似分离 多少人笑着 却满汗泪滴 谁知道我们 该去向何处 谁明白生命 一变为毫无 是否找个理由 继续勾祸 或是战匙高飞 保持愤怒 我该如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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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 祝贺二位 恭喜你们成功了 我们也来看一下 一百秒钟的时间 两百位观众 多少人支持你们 估计俩 一百二十二位 非常好 孟金元的黄金项链 知道你们很喜欢翻翻 我就把一帆凤顺的 标志的这个 小项链送给你们 谢谢帆哥 好 来吧 马丁 请开始你的表演 为二非以 请升起 三 二 一 开始 下一个在看 中文老马疯 这里是黄金100秒 下一位挑战者 您在哪里 现在入场的是北京代表队 各位阿姨好 大家晚上好 我姓赵 叫赵文祥 我的名字叫唐孝卿 我的名字叫彭震灵 我叫庄慧萍 我叫刘建平 我叫韩怡 我觉得阿姨们不善言谈的重要原因 因为平时他们都是靠自己的身体来说话 因为他们除了广场舞之外 最擅长的就是走秀 阿姨舞台交给你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都想走秀的人 我们都来学一下 我们的口诀是什么 四步上一步 四步上一步 上步一转身 上步一转身 两步一扭头 两步一扭头 转身起步走 记不住 这样 要么我们几位 老师我们上来按照这个口诀 我们试一下 看可不可以成为超模 加油 你走了四步 因为这是有心机的模特儿 因为当你们都走了以后我还站在 这是厉害 我们总感觉像身后有坏人在跟踪我们 他走出了老人家的器具 保持住这种状态 我们走回自己的评委席 好 来 四步上一步 从几位阿姨上台到现在 基本你们也没有回答过我的问题 我只拜托最后一件事 我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尽量配合我一下 好吗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可以吗 可以是吧 来 三 二 一 是 新的从会发光 漂亮 转身 龙探护阿姨 请登台 请准备 一百秒 计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综艺春晚的手机客户端 更多精彩综艺资讯 抢心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在你身边 其实我特别想说 黄金一百秒已经开播五年了 感谢这五年以来 一直在我们身边的黄金观众 谢谢各位 谢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黄金大舞台 有料女就来 是金子 都会 你千万不要追我 我不知道怎么拒绝你 您上的这个尿不湿啊 前后是反的 好看吗 杨范老师 你看 你说 父母是坚决坚决不同意的 后来闹他也不行 我就给绝食了 他们拿我没办法了 我只能讨厌 溪香山杉老师 你这么爱 能听到 你这么爱 我一定会 拿我 咱们 去 可以 鸣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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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